今天的香港传真我们带您看到港市未发牌事件持续延烧 为了阻止立法会通过特权法要求政府公开免费电视发牌的相关文件 特首梁振英抛出了六页纸声明结果引发各界批评 在社会各界的猛烈批评下 港府终于发出六页声明解释增发免费电视牌照的礼句 西当中暑炒冷饭仍没有具体交代香港电视网络落旋理由 十多位到政府总部外声援留守港市员工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 批评声明显然是只许州官放火 当罗伯基说我愿意已经同意将那个报告书拿出来的时候 他说这个原因就是我怕你抽搐你那些 为了自己的作数才说 就是他自己做得到 人家做就不得 有议员认为声明是梁振英给建制派制造下台阶 王维基创办的香港电视发声明批评港府的礼句 仍然没有解释港市不获发牌原因 反对香港电视对外公开报告内容是不公平不公义的做法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